整支蓝色肥笔 轻轻的把花头的位置定下来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外形有变化 不要把它画得太整齐 然后用肥笔头从外向里扫出小小的花瓣 刚开始画的时候一定要清 并且要留上很多的黑 由于这就是暗部 所以说要用黑颜色来吹暗部 画得清并且要留黑 这现在都是在画暗部 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像灰面过渡 也就是像受光的面过渡 就是逐渐的亮起来 画亮的时候我们手要用一点计 使一点计的话它肥笔的颜色就比较亮 当然颜色上也要有变化 越往亮面 我们就加上黄色白色 它就会更加的亮一点 有了亮灰暗 就有了立体感 我没大家学素描的时候都学过 现在这种立体感虚实感就出来了 再调整一下 什么地方不舒服 就再画一画 这种有了亮暗 前后关系 立体感 什么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用蓝色肥笔 再加上一些叶子 绿色肥笔 再用绿色肥笔 加上一些纸条 绿色肥笔 竖着画 也就勾一下线 一般竖着画的时候 它就比较亮 最后我们再加上一个花瓶 加花瓶的时候 整支肥笔 你看我用白色 白色 再把外蕾刻画出来 然后加上一些亮光 透明的玻璃状 就是有的地方特别亮 有的地方特别暗 亮和暗 对比很强烈 那么它这个就画出了这种玻璃的那种透明感 再把里面的花的枝干走一下 走枝干的时候要注意穿插 用橙色肥笔 画上一个桌面 桌面上有散落的花朵 稍微点一下 点的时候也是有聚散 多少的变化就行 好了 这个就画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2020 词惊